佛在讲我们众生 都自行烦恼 找了很多烦恼 他烦恼了以后 活性不见 所以告诉我们 要像鸟鸡一样 它挥过全部都找不到痕迹 都是空 我们都不自相 烦恼没有 烦恼没有如来性就呈现 就很明显 师父我说 无我密教 这个无我的密教 密密啊 教化终生 无我没有我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没有我就是身体 身体这个我是天地的物质 所以宏图啊 这个重年忌惠就有用